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 六位人在各地的角色 透过这个逃城 神在全以色列的境内 为着以色列百姓 设立了一个机制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 神怎么样来使用 来祝福立位人 我也求神祝福你 因为你也是今天这个世代 神所使用的立位人 神所使用重用的仆人 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 也愿神祝福你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服事里面 得胜有余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Amen 民数记三十五章 一到八节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荡河边 耶利哥对面 小于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些城给立位人居住 也要把这城 四围的郊野给立位人 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 城邑的郊野 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 和各样的牲畜 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立位人的郊野 要从城根起 四围往外梁一千轴 另外东梁二千轴 南梁二千轴 西梁二千轴 北梁二千轴 为边界 城在当中 这要归他们 做城邑的郊野 你们给立位人的城邑 其中当有六座逃城 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此外还要给他们 四十二座城 你们要给立位人的城 共有四十八座 连城带郊野 都要给他们 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 从中要把些诚意给立位人 人多的就多给 人少的就少给 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 把诚意给立位人 感谢主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相信弟兄姐妹 你都有看到 神让整个的立位人 善居在以色列地的境内 总共有四十八座城 并且有六座逃城 在河东有三座 在河西有三座 神透过这些立位人 在全地之中 神要做什么呢 为什么神独独的 要将这一群人分别出来 他们是神特别前选起来 代替以色列的长子的 但是神对他们有新意 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也要看见 我们也是今天的立位人 我们也是今天神 让我们善居在各处 不论在职场 在教会的服事上 要成为神的光 和神的眼的代言人 我们一起来看到 神怎么来做奇妙的事情 在立位人的生命当中 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 第五节到第七节 神的话有一段预言 这是雅各在临终之前 对他的孩子们所说的话 第五节开始他说到 西缅和立位是弟兄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领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 任意砍断牛腿大金 第七节神的话说 他们的怒气暴力可揍 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见吗 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 第七节当雅各 各位以色列人 对立位人的祝福 和预言的里面 竟然在这个地方 全然的成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特别祝福你一件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或许有软弱 或许有难处 或许你的生命当中 曾经得罪神 甚至是离神 好远好远都没有回家 你知道立位人 当时整个立位在神的面前 他们因着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异怒 甚至有一些的行为出现 以至于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 有这样的预言 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 看起来甚至是咒诅 看起来甚至是好像流离 思索在整个以色列境内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确实不好的成为好 神使难处成为恩典 神使困境成为帮助 你知道吗 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 你知道神使用立位和立位支派的个性 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二十八节 当以色列人在拜扭堵的时候 你知道杀死三千个人的 跟神站在一起的是谁 是立位人 你知道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欺骗 甚至是在淫乱犯罪的过程当中 就在你刚刚所读的经文 过去的经文里面 你知道是谁站出来 杀死了两万多人 也是立位支派 这个支派 在神的面前 似乎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性和气质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愿意依靠神 或许你不喜欢你自己 或许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太柔弱 甚至可能有些人很讨厌自己太刚烈 或者有些人对自己的个性有意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求主祝福你 当你看见立位的时候 你要看见这个支派 神使用他们的个性 神使用这个支派的气质 当他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 所有错误的你认为错误的情绪 你认为错误的气质 神要使他成为为神发意怒 为神站立在正义的那一方 为神站在那一个正确的地方 保护神的家 保护神的国度 并且来为神来发圣 我求主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在镜头前的每个弟兄姐妹 我愿神恩待你 你能够因着仰望神 爱慕神 渴慕神 你从神的眼光再次看见你自己 以至于你会知道 神可以用你的个性 神用你的才干 神用你的恩赐 不要看自己为弱 我求主祝福你 什么叫谦卑 谦卑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弱 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要求主祝福你 神恩待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 你要看见别人的好 你要看见别人被神使用的地方 你也要看见 当你愿意依靠神 神是一切不好的 你认为不OK的 也要在神的面前 被神大大使用 甚至在以色列全地之内 为神来发声 为神来站立的 我愿意神祝福你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立位支派 被神来使用 神按着他们的弃子 按着他们在神的面前 使他们被神大大大的来祝福 这样的一个预言 雅各的祝福和预言 对人来讲似乎不能明白 但是神却使这一切不但发生 而且成为一个正面的 正确的荣耀神的一个见证 我也求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看见立位人 被散居在以色列全地 而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 属神的儿女呢 我们在不同的职场 在不同的学校 在不同的教会 在不同的地方和领域 我也愿神祝福你 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 成为神在每一个地方的立位人 神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当立位人被神所使用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个支派 要把土地捐出来 要把城捐出来 多的就捐多 少的就捐少 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整个的路加福音的第12章48节 神的话就这样说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 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所以在整个他们在研究分地的同时 得的多的就分的分出来的多 得的少的就拿出来的少 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你身上也是有呼召的 神在你身上也是有带领的 你知道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 在每个地方也要如同立位之派一样 成为他的光和眼 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我特别要劝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能够明白在你的一生当中谁是老板 再次的祝福你能够明白 高举非从东非从西 高举从神而来 我要对每一个在外面工作的弟兄和姐妹 有话要对你说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神的话怎么说呢 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赏赏的成长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话 他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相信神 要我们在我们的公司 在我们的学校 能够成为一个 我们在制度的遵守上面 千万不要用属灵的理由 来掩盖我们生命当中 不顺服的生命 我们要顺服下来 要明白你顺服权柄 和在这制度之中 你愿意来顺服的时候 你就是顺服神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我也要对每一个 不论是主管 或者是牧者 或者是领袖的同工要说 我觉得神透过跟另一位支派 说的话 神曾经对亚伦这样说 在民宿记的第十八章二十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你知道神要用你 你知道神才是你真正的老板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 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我们在服事 不论我们在工作 你要知道 你要向神敬忠 当然你向你的老板敬忠 但你知道神都见察 你要从神那里得恩典 我服事的初期 我就跟我的同工说 我很清楚明白的说 我的服事很辛苦 有的时候你们并不明白 所以我知道 打我薪水的是谁 或者教会有的时候 因着当时开拓初期的 不足 我很清楚的跟神讲 我的老板是你啊 所以供应我的是谁 所有供应 教会供应不足的 就由神来供应 我的同工都很爱我 我的同工也跟我一起同心 那么当教会给了主的时候 神在这当中也被见证 也被荣耀 我们要一起来见证 神是你的帮助 是你的老板 神把你放在每个地方 他有呼召 使你成为光 成为眼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来到你面前 向你来仰望 我向你感恩 因为你使一切人 看为不美好的 成为美好 你使人自己以为不够的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加添 使他一切成为美善和祝福 你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领域 我要在你的面前感恩 因为当我们愿意 倚靠你的时候 我知道你会给我们力量 来胜过制度 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胜过制度和律法 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亲身的成为神 供应 成保守 上帝祝福的见证 主 恩待每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焦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